你不想过 哪怕他对别人逗了些 殿下昨日就已经答应过我了 何时啊 昨日啊 不说要封我为美人吗 亲住一下 我那只是夸你是美人 那不算数的 殿下既然要装糊涂 更是要答谢安乐才是 这殿下是一杯酒都不愿意跟安乐一起喝呢 果然 安乐是殿下用过之后便藏起来的一把刀罢了 好 如此良辰美景 终于孤男寡女独处一室 是 做些什么好呢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生得真是英俊 果然是京城第一美男 然了 你也不差 是个妻女子 只是个人 终于 红尼 九真是英俊 不尽黑夜 灯天光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本来 一颗心滴入深渊 你的目光谈不及 对 太子殿下 我回来了 太子殿下 你可否跟紫园说一说 当年地下被问罪之后 陛下可曾让你看过什么证据 我 我夸张了 十年前 这家军 请安侯府 还有 还有 还有府里的海棠花都开了 好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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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很美 那 陛下可曾对你说过什么 太子殿下 陛下对我说 他说 他说你是我的太子妃 什么太子妃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一个暖乎乎的小丫头 小丫头 是 你 我 你 我 你 本以为私下独处能掏出电话来 没想到喝醉了比任安乐还不靠谱 任安乐 寒也 他 回去地子园 他不会把太子妃之为 给天下任何一个女子 哪怕他对别人动了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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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